此节目由EGO Brand 英彪风有惊独家赞助播出 英彪风有惊是您家庭必备的优质良品 早在双十一那天 中国国家卫健委突然大幅度放宽了中国的新冠肺炎防疫政策 当时我们为大家做了节目详细解读 同时还提出中国何时能够全面放开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疑问 就在这几天从多个方面传出消息 中国彻底全面放开的那一天 或许将在2023年的4月迎来 最近一条从美国商会推特账号透露出的消息 引起了小编的注意 该消息员称他们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通知 中国隔离政策从1月1号开始改为7天 同时该商会接到的进一步通知是 中国农历新年后将会把隔离政策改为3加3 也就是三天集中隔离 外加三天居家医学观察 在3月31号开始执行0加3 同时原有的中国十年期旅游签证 也将在此刻重新可以使用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全面对外放开 恢复至疫情前的旅行秩序 当然这条来自社媒的消息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的认证 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真假 但无独有偶 经济界对中国的开放时间也做出了同样的预测 据彭博社针对23位经济学家的调查 近半数认为 中国在2023年第二季度可能结束清零政策 时间点在3月初举行两会之后 另外七名专家则预估要等到7至9月才重新开放 还有两名经济学家预测 要等到2024年的某个时间点 政策才会发生改变 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何时开始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造成压力的限制措施 是经济学家评估明年前景的关键 彭博社经济研究首席经济学家舒畅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开始转向与病毒共存后将释放大量的需求 在接下来一年底 推动GDP增长高达1.6个百分点 其中交通、酒店和零售业的增幅最大 他补充说 即使放松新冠规定 经济仍将面临来自房地产低迷和外部需求减弱的强大阻力 舒畅在报告中写道 假设在下半年取消清零政策 2023年的增长率应会从今年的3.5%回升至5.7% 不过彭博社也指出 中国国内旅游、私人消费和商业活动 或将花费比预计更长的时间才会重回正轨 在10月14号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 刊登了一篇署名为《众因》的评论员文章 在干文章中 动态清零这个中国官方过去两年一直坚持的新冠防疫基本方针 罕见缺席 这个名为坚定不宜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的评论文章指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公布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评论文章多处提及习近平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针尖大的窟窿能落过斗大的风 在疫情这场大战大考面前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绝不能放松 绝不能掉以轻心 麻痹大意 绝不能让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前功尽弃 就在前两日 同样署名重阴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 相关评述还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领导下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 清零不动摇 所以这一前一后的变化 也被大家分析为 要为中国防疫政策的彻底放开 埋下铺垫 当然 谈论起中国的全面放开 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过度乐观 就在这几日 中国的病例数量 积增至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北京和中部城市郑州 以及南部城市广州的病例数量 都达到高点 部分城市扩大了局部封锁 和其他防控措施 所以近期的许多政府文件 还是不断强调 中国是人口大国 脆弱人群数量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一些地区的疫情 还有一定规模 因此仍要坚持动态清零 综上来看 关于中国何时能够全面放开 我们依旧需要等待官方的决定 但是明天4月 显然是一个很多人 都认定的关键节点 最终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我们拭目以待吧 新加坡制造 采用纯天然安树油精华 英镖薰衣草风油精 提供心灵镇静 英镖薄荷丁香风油精 舒缓身心压力 英镖风油精 是您家庭必备的优质良品 新加坡制造 不易 租质 充满 一